别人家院子实在太香了 我刚核桃自由就把我的打野辅助给炸出来了 别看老雷在新西兰土生土长啊 好多食物放在他面前他也看不到 长这么大他终于知道这个绿果子是核桃了 高兴到马上发信息给他哥们分享 远远看见路边有一棵桃子树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么靠近马路他就没被关注 即使缺乏照顾但做过绿河个头还是很震撼的 见面色的桃子我在扭村也是头一回摘到 它的口感是软软面面的酸中带甜 总有人问我在新西兰打野丢人吗 其实在新西兰采摘野果野菜叫做forage 被认为是一种环保可持续的健康的生活方式 一点都不丢人 这个品种我是不熟悉的摘多了怕不好保存 你们一般怎么消耗呢 老雷突发奇想竟然要吃葡萄 好不容易给他找到了吧 这可是包裹着梨树长的 果实虽然稀疏但水分很足 老雷竟然嫌弃太酸了 这个真的太仇人了 上来给他找甜的葡萄呢 这时候他的好哥们发了信息啊 说家里正好有一片呢 我俩pdpd就跑来了 满院墙都是红色的小串太哇塞了 吃了一口纯甜多汁 但瞬间有点懵啊 这不是蹄子吗 没想到我竟然实现了一把蹄子自由 可是问题来了 只听过葡萄干葡萄酒 蹄子都有哪些吃法呢